你过两天了 两天了 聂医生 聂医生 不好意思 我刚才怎么打扰你上课了 真的非常抱歉 我是丽嘉联合的康子勇 是这样的 聂医生 昨天在行业分享会上面 我们听了你的演讲 我们觉得您说得错别好 有很多观念和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丽嘉联合 请问一下 我们有哪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的呢 就是您在那个分享会上 谈到您对一美的一些 你现在没有听到我的演讲吧 你在我演讲之前 就已经匆匆离开了不是吧 你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吧 刚开始的时候 我那边确实发生了一点 非常特殊的状况 所以我离开了一会儿 但是我的老板是全程都在的 我们丽嘉联合是非常有诚意的 请问一下诚意在哪里 我没有看到你们诚意啊 诚意是像你这样嘴巴说说的吗 还是你们用这种方式 去游说投资人吧 那如果投资人发现 你们当面说一套 背地点又做一套的时候 他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不好意思啊 我嗓门大了一点 我因为刚才你在上课的时候 也说到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代表我的公司 跟你解释一下昨天发生的状况 昨天呢你看到的是 我跟我的朋友在聊天 和我跟我的客户在沟通 可能我说话的方式会有点不同 但是不代表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能理解吧 毕竟我跟我的客户去沟通的时候 我是在谈生意 我是生意人 所以我的老板是真的非常欣赏你 非常有诚意 不然他不会让我今天来找你的 但是我个人非常讨厌你这种 色彩奥物 断章取义 鼓风捉影的行为 我就想问你 你对你自己说过的话 你是认同呢还是不认同 所以我刚才在对牛谈起你 一句都没有听到 那我就想直接问你 你为什么要回国呢 不是也就看好了 国内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吗 所以什么叫诚意 你的合作伙伴给你开出漂亮的薪酬 就叫诚意 不然说其他的都是废话 那立佳联合最大的诚意 就是一定会开出 比别的公司更漂亮的薪酬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康女士 我在这里就算你几个错误啊 薪资在我这里是最不重要的 我在国内就是觉得 更适合开展技术研发 有空间地让大家重新认识医美 想告诉大家真正的医美是什么 但你也放心 我会找到跟我志同道合的人来合作 但我现在倒好奇了 你们这么急的想签下我是为了什么 你们是看中我的理念 我的技术 还是想拿我当招牌 骗取更多的投资 骗投资 麻烦你们回去告诉你的老板 不要再骚扰我了 谢谢你 骚扰 没事吧 骚扰 对吧 不是 是 既然是 字幕提供